这是银河护卫队第一次过圣诞节 丑蒙的格鲁特也收到了星爵送给他的礼物 他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自己最喜欢的游戏机 星云更是将巴基的手臂送给了火箭 话说此刻巴基的心理面积有多大 这可是火箭一直梦寐以求的 而伙伴们送给星爵的礼物 竟然是活生生的一个地球人凯文贝格 原来 自从卡摩拉在复连三中去世以后 星爵就一直闷闷不乐 虽然在复连四中 星爵遇见了从2014年穿越过来的卡摩拉 但那时的卡摩拉并不认识星爵 大战过后便消失不见了 后来星爵在雷神四里与索尔告别后 银河便从收藏家手里买下了这个虚无之地 并收留着来自宇宙各处的难民 甚至还收留了一只能说话的大金毛 大家开心地生活在这里 唯独星爵一直因为思念卡摩拉整天闷闷不乐 小伙伴们眼看圣诞节快到了 为了让星爵重新振作起来 他们决定送给星爵一份礼物 这时唐王女和德拉克斯想到 星爵一直特别喜欢地球人凯文贝 于是这两个卧龙送厨决定前往地球 将他带过来送给星爵 两人说干就干 驾驶着飞船在经过多次的时空跳跃后 终于来到了地球 这时地球上的路人抬头望去看到这么大的一艘飞船 赶紧拍照发个朋友圈 唐王女连忙质问德拉克斯 你把手机放在地球上 最后他们将飞船停放在了好莱坞的山头上 来到了大街上试图寻找到凯文贝塔的厦目 由于圣诞节的到来 此时地球上的很多人正装扮成超级英雄的模样 庆祝节日 螳螂女看见一个疑似美国队长的人 以为就是美队本人就直接冲了过去 这可把人家吓得撒腿就跑 而德拉克斯转过头去 突然看到一个装扮成百变雄狮模样的家伙 要知道当年杀死他表情的就是百变雄狮 二话不说就朝着对方大骂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周围的围观群众看着这两个人的模样还挺逼真 就一轰而上地围了上来 抢着与两人合影拍照 最后还给了他们不少小费 而德拉克斯更是吸引了不少小名媚 没一会功夫 两人就赚了不少钱 至于那个百变雄狮就有些糟糕了 随后两人便来到酒吧先潇洒一番 螳狮女更是毫不掩盖财富地抱着一大堆钱就往里面抢 接着将一把钱全部撒在吧台上 两人点了杯二锅头一饮而尽 两人感觉这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样子 螳狮女更是喝着喝着就嗨得起来 走进人群中与大家一起跳起了舞蹈 结交了不少伙伴 就这样一边喝酒一边跳舞 不知喝了多少杯之后 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光 两人才从酒吧里走了出来 贪坐在马路边上念叨着传说中的凯文贝肯这家伙到底在哪里 这时一旁的大妈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后 递给了他们一本明星住址大权 但大妈要价40美元 可是两人刚才已经在酒吧将钱全都挥霍光了 好在螳狼女灵机一动 施展起迷魂术 随后两人根据册子上的地址来回寻找 才算找到了凯文贝肯的家 两人随即在门口按响门铃 正在家里看电视的凯文通过 可是门铃看到对方以后 以为是哪来的卧龙凤厨 直接挂断了电话 两人看着眼前的这个大门 想着既然凯文不开门 那干脆跳进去 随后德拉克斯一个跳跃也欲同床进来 结果他刚进来就被旁边的小丑人迷住 拿起来不愿放下 没想到强壮的德拉克斯外表下竟还有着如此同心 而一旁的螳狼女则被旁边的糖果馆上吸引了 此时还在室内的凯文也听到了屋外的门铃声 当看到那两个人竟然闯了进来 连忙拿起手机报警 结果两人二话不说就撞开屋门闯了进来 这可把猛逼的凯文吓得一脸猛逼 只得在屋内四处躲避 而两人则在室内活蹦乱跳的围追堵 吓得凯文竟直接从二楼阳台跳到了对面的圣诞树上 然后顺势滑至地面连忙逃跑 而这两人直接从楼顶跳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凯文也很是猛逼 结果这时德拉克斯突然叫住了螳狼女 说自己的小丑人忘记拿了 但螳狼女表示你一旦回去拿可就会让凯文逃走了 结果他的回答让螳狼女很是无语 德拉克斯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了小丑人 此时凯文正在马路上快速逃跑 而这两个卧龙凤厨则在草丛中一蹦一跳地追着凯文不放 好在这时警方也赶了过来 凯文本以为这下终于得救了 怎料德拉克斯皮糙肉后的体质简直就是刀枪不露 打在他身上就像是挠痒的 此时螳狼女从背后拿着拐杖一把将女警给撂倒 但他并没有伤害这些人类 而是利用迷魂术将他们一个个都凝晕了过去 但德拉克斯可就没那么温暖 一把就将前来支援的警车给翻发 螳狼女看到后也是对他一顿怒骂 我们应该对人类温柔些 不能伤害他们 好在警车里的人并没有什么危险 而此时的凯文还想趁机逃跑 结果直接被这两人抓个正着 并用迷魂术对他进行了催谋 让他乖乖地跟随两人前往虚无之地 就这样 两人在打劫了一堆圣诞礼物后 便将凯文带到了飞船上 两人对凯文更是充满了好奇 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 问他当年是怎么想到用跳舞拯救了一个小镇的 两人对这个回答很是惊讶 没有想到星爵这些年一直崇拜的英雄 竟然只是一个演 所有的英雄事迹都是影视剧情演绎出来 两人对此很是失望 而为了不让星爵失望 螳狼女利用灵魂术让凯文假扮自己就是个英雄 而另一边 星爵还在屋里独自吃着花生喝着闷酒 这时他看到一旁的格鲁特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做什么 周围还想起了音乐 猛逼的星爵很是猛逼 出于好奇连忙走得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在螳狼女的指挥下 格拉克斯启动了圣诞灯光秀 星云打开闸门 漫天的人工雪花飘落在空中 接着克拉格林打开了所有的圣诞灯光 星爵看到这一幕 既惊讶又感动 他没想到在虚无之地还能感受到家乡的圣诞灵氛围 就在这时 他的小伙伴们也纷纷走了出来 在所有人的庆祝之下 火箭打开了探照灯 只见格鲁特推着一个巨大的圣诞礼物走过来 星爵满是惊讶与好奇的走去 这时圣诞礼物中突然传出人的声音 星爵立马觉得有些不对劲 连忙走过去打开箱子 星爵看着眼前的这个凯文 有些不对劲 就知道是螳螂女用催眠术将他控制住 而随着凯文催眠术的解除 猛逼的凯文看着眼前一群外星人也是被吓住 星爵看着眼前这个被吓住的凯文 连忙让克拉格林准备飞船将他送回地球 一旁的格鲁特竟还摇起了头 星爵叮嘱凯文 在这里你千万别到处乱跑 我会保护你的安全 怎料星爵刚一松手 凯文就因为受到惊吓到处乱跑 好在被克拉格林在一个圣诞老人的背后找到了他 接着将他带上了飞船 凯文回到飞船后 格拉克林告诉他 星爵从小就很崇拜你 当年他就是受到你用跳舞拯救小镇的启发 用同样尬舞的方式拯救了整个银河系 凯文听后很是感动 没想到星爵这么喜欢自己 而就在这时 凯文的妻子从地球上打来电话 问他怎么还不回去 就这样 凯文决定留下来陪伴他们一起度过这个不一样的圣诞节 与这里的外星人一起唱歌跳舞 共度一个宇宙级别的圣诞节 接着大家开始互赠礼物 星爵为格鲁特准备了他最喜欢的游戏机 这可把丑萌的格鲁特开心坏了 而星云则将东兵巴基的手臂送给了火箭 堂王女最后竟将地球上的那个小丑人带了过来送给了格拉克斯 星成员金毛狗径送给了格拉克林一只可爱的小蜥蜴 而格鲁特也为所有伙伴准备了自己制作的手段 而送给格拉克林的这个无疑是最像的 圣诞晚会结束后 大家纷纷不舍地与凯文告白 由格拉克林将他送回地球 而对于星爵来说 这次圣诞节收到的最大礼物 就是得知了堂王女是她的同夫一女的亲妹妹 关注时说已慢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 这次圣诞晚会